大家好 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频道每天为您带来最新最有趣的娱乐新闻 喜欢请点击订阅 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怦然在心动》为什么能成为第一综艺 背后的原因让人唏嘘 近期的《怦然在心动》 一经播出便火爆全网 节目中的各种刮一直就没停过 现实版的CP也是让人越磕越上头 就节目来讲它是怎么做到综艺第一的呢 今天我们对节目展开全面分析 《怦然在心动》可以说是一档大龄女性的征婚综艺 只是这群大龄女性在大众心目中的距离有点远 但这次的节目也让更好地拉近了他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节目中 倪平担任珍爱助理人 王大陆担任珍爱助理 嘉宾包括王林 黄毅 白冰 王子文和蔡卓一五位女艺人 这种强大的阵容开播前就让人期待满满 五位女嘉宾需要在21天内对多位优质飞圈内男友约会 交往 最后做出自己的选择 其实五位女嘉宾参加这档节目也是顶着很大的舆论压力 因为都有过离婚经历 这次的节目也对每位女嘉宾在婚姻方面进行了全方面曝光 可是当节目播出后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节目氛围 越轻松活泼 还有很多浪漫的小情节 影视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这种现实版的CP组 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 真的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剧情要比偶像剧更甜蜜 也更接地气 网友也纷纷表示 一旦入坑很难走出来 定义重新出发 节目之所以大受观众追捧 其实它表达的东西不仅仅是 节目给观众呈现出来的人物剧情 更多的是对重新出发的全新定义 很多观众从节目中可以感受到 女嘉宾的年纪确实很大了 但在恋爱上依旧跟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 其实这也诠释了 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不断地探索 不断地去热爱 什么时候出发对于自己来讲都不晚 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档节目更多的是符合当下的社会需要 当今社会离婚率与日俱增 而目前也向观众展现了 即使任何年龄甚至离婚后 依然可以去相信爱情迎接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这种甜不是剧本但有高度 节目中五位女嘉宾从相亲的正常程序开始 方磊 李源涛 吴永恩 成月这四位女婿被邀请去真爱驿站 本来以为会有剧本作用 可看到王子文在来的路上给吴永恩做功课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生活 之后吴永恩秀厨艺做了给王子文的专属牛排 更强调牛排只给王子文一个人吃 不难发现生活中的恋爱真的舔出了另一个高度 王林与方磊之间更是可以看出父母爱情的魅力 从双方的谈吐到对于对方感受的体会 之前王林三番五次想要放弃 但是方磊还是始终坚定自己的选择 两个人也开始互有好感 这不正是向我们展示生活吗 现实确实不容易 而蔡卓一和成月这边 因为成月的内敛气氛一度尴尬 但是我们能看到其他姐妹是怎么缓解这种尴尬气氛的 之后两人也慢慢熟络起来 让观众着实捏了一把汗 白冰和李源涛这边真的是太浪漫了 虽然节目中的李源涛迟到了 但白冰的关心不正是现实中的我们吗 之后李源涛的富士一手更让白冰感动到落泪 这些不正是女性渴望的小浪漫 通过节目也希望广大男性能好好学习学习 曾经有过一句话 你越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 当下我们的态度更应该是无惧年龄无惧离婚 离婚后依旧相信依旧可重新出发 更不必去将就生活 其实真情实感的东西更能打动人 节目中的明星在恋爱中更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没有剧本 只有直播 但我们看到了其实有瑕疵的 现实的才是最吸引人的 综艺其实正是源自生活也影响生活 这也就是怦然在心动 做到综艺第一的原因吧 现实永远是最吸引人的 这也就是这样的感觉